历春以后气温逐渐的回升 我们室内养的橘子柠檬佛手之类的云香科的植物 它都已经开花了 有的话就说我的开花了 去给它收粉 收上粉以后果子还是没有做住 然后直接掉落是什么原因呢 你要记住 它开花收粉是有一个时间段的 一般它的花大量开放的时候 是在早上9点到11点这段时间 这个时候花粉活性是最强的 应该怎么判断呢 就是你看这个 它的花周边的花粉是黄颜色的 这个就证明花粉活性强 您去收粉就能够成功 如果说您像这一颗的话 你看这一颗它的花粉都已经变成白色的 没有多少黄色的花粉 您去蘸着白色的花粉 收到中间的这个柱头上 它是不成功的 所以说您感觉收粉了 其实这个花粉已经没有活性了 它就不成功了 所以说收粉要趁早 它的花刚刚打开 上面的花粉是黄颜色的 这个时候收粉就能够百分之百成功 这样就能够百分之百做出果 那么我们收粉成功了以后 应该怎么让果子不掉落 快速长大呢 如果说一根枝条顶部 有很多个橘子柠檬 我们适当的把小的摘掉 只保留几个大的 之后呢 保证使用高甲的肥料 比如花多多12号 甲肥能够让根系发达 能够让果实快速的膨大 不会出现落果的情况 运用上几个时间 一般建议半个月 用一次用上两次三次 用完了以后呢 看着果子比较大了 这个时候它就不会掉落了 正常的用大磷甲均衡的肥料 就能够快速长大 这就是一个保证果子不掉落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受粉不成功 导致受粉不成功的主要原因 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小七点个赞 点关赞的